再看到有民众好大胆 神明也敢偷啊 大甲妈昨天回来人行经彰化陷阱 不小心中跟随 其中一名菜新女子 您看她把虎爷神尊放在寺庙的供桌上 要迎接大甲妈 但没想到却被偷走 虎爷神尊放在神明的供桌上 一名身穿红衣的女子进到庙内 不断左顾右看 接着假装拜拜一下就走到庙外 但绕了一圈有进来 正好庙方圆在整理供桌的神像 把虎爷神像移到另一个位置 女子立刻上前假装在找东西 没想到下一秒 竟直接就把虎爷神像正尊偷走 民众得知自己的虎爷神尊不见了 慌张地赶紧报警 因为这尊虎爷是他三年前从新港奉天宫请来的 去年就带着虎爷跟随大甲妈绕镜 今年同样带虎爷绕镜 15号上午抵达彰化市古龙山寺住驾 把虎爷放在供桌上迎接大甲妈 没想到下午5点多要接虎爷起家离开 才发现被偷了 本所目前你掌握特定对象 将在近期通知妇人到案 以查明他拿走神尊的意图 连神明都敢偷 警方表示这名妇人应该是专偷神像的贯切 目前已经锁定特定对象扩大侦办中 大家曼绕镜活动总会有许多信徒参加 有的人带自家神尊跟着走 没想到却成了小偷下手的目标 记者林一峰彰化采访报道